IU上週末連續兩天在首爾奧林匹克主經濟場 舉辦個人演唱會創下女Solo第一的紀錄 不過她在首場時就宣布未來不會在正式演出中 把好日子和Paule加入歌單 好日子是因為歌詞中是唱出對歐巴的愛戀 IU認為現在要叫歐巴有點勉強了 Paule則是代表她的25歲希望能封存當時的她 原來這兩首都是相當快智人口的歌曲 讓歌迷是非常不捨 就在月前她飛往米蘭看秀時 有粉絲就在機場問她好日子跟Paule都畢業了 那23也是嗎 IU先是遲疑了一下 接著用手指鼻鼻腦袋說正在考慮中 沒有答案的回答也讓粉絲們當場直呼不可以 由於23也是IU的年齡系列歌曲代表了她的23歲 所以粉絲們也很擔憂 而她在2018年舉辦十週年演唱會時 也曾宣布以後將不再唱棉花糖 唱剛出道時的可愛風道別 不過雖然沒有在正式歌當中 但若是安可時有粉絲點歌還是會唱的 所以粉絲們也不用太傷心囉